使用者管理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 LinuxMeet的使用者管理 一样我们到选单 控制台 如果只要变更 目前使用者的一些 帐号名称 或者是密码的话 直接点选帐号详细资料 进行变更或图片 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要新增 删除使用者 或者是管理其他使用者的话 回到控制台 到最后一项 系统管理的部分 点选使用者与群组 必须使用管理员群线的密码 MTPC 目前只有一个使用者 它是管理员群线的 如果我们要增加一个使用者的话 我们选加入 例如 我选一个 STUDENT 使用者叫做STUDENT 使用者名称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帐号名称 我们用STUD 缩写就好了 加入 那帐号标准呢 我们给他用标准就好了 不要用管理员 因为是学生的帐号 加入 那好了之后呢 你可以去根据这个学生 你可以去变更图片 好 然后呢 或者是变更它的密码 密码呢 1234 ABCD 好 确定 那要八个字以上 我们看一下 那如果 您在家里使用的话 密码不要那么简单 那在我们的教室里的话 太复杂密码 学生会记不起来 好 那我们可以打勾 我显示密码看是不是 一样 好 变更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您就多了一个使用者 叫做STU的 好 我们来可以试试看 我们先把这个 功能关掉 好 好 我们到选单 好 登出 好 切换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 就可以新增一个使用者 好 那删除呢 一样进去控制台 点选使用者和群组 好 你可以点选然后删除 好 记得当你新增了这个使用者的时候呢 他的一些桌面的捷径 好 并不会跟我们第一个使用的 NTP是一模一样的 好 所以如果你新增完之后呢 可能还要进行他的一些捷径的调整 好 不会像是我们 我们这个 这样子的选单 好 必须要做进行调整 好 那这个单元先为各位介绍到这边